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基隆的七堵店 这边的业绩 你看 一天是三四万的营业额 比你在土城一天是两三万是更好啊 他想说好吧 那距离远一点没关系 就换去了 换去之后不得了 第一个礼拜就发现被骗了 因为营业额每天才七八千 他去了之后发现是这样 然后还要办促销活动 不然客人都不来 再加上很奇怪 店里的员工很多 他的人事费用竟然是以前的三倍 所以他才弄一个多礼拜 他就跟陈董哭诉说不对啊 你是不是在骗我啊 没有那么好嘛 陈董就一直安抚他说 好好好 我会去巡视 会去看一下原因 过了两个月 人都没出现 他已经负债五十万 连小孩的学费都付不出来了 天哪 怎么会这样 我去加盟就是为了要多赚点钱 结果才没多久几个月 自己搞得负债五十万 结果他就跑去 四海龙在中和的一间 那个总公司抗议嘛 结果陈董就交代下面的人说 把他挡住 把他挡住 就丢给下面的人 你知道他居然当场就拿出安眠药 一口气吞了二四颗 大家吓坏了 好激烈啊 立刻把他送一急救 幸好是没事 话慢慢说嘛 不要用那么激烈的手段嘛 然后平衡 我日子都过不下去 我怎么跟你慢慢说 他还是有强调说 没有 报表真的没有造假 所以现在双方是各执一词 那当然我们也会想说 有必要加盟加到去亲生吗 但是这个我们真的要讲 生命真的是最最珍贵的 法律是法律解决 生命是自己的啊 对 可是郡相 在日本最近有一本新书推出来 他就告诉你 在日本加盟7-11 竟然出了七起连环命案 店主真的都纷纷亲生 你说都是跟加盟有关 对 这个叫渡边人 他出了一本叫做 7-11的圈套在日本 我跟你讲 很多人去日本投资房地产 最喜欢那个店面是7-11承租 因为他会承租很长的时间 可是小心哦 最后你可能承租 倒是一个凶宅 因为就是有这个连环命案事件 他叫什么 高压蚕食的经营收房 让这些店主活不下去 什么叫做高压蚕食 好 日本7-11谋杀店长 有四部曲 第一是什么 密集的开分店 本来这几条街上 只有你一家7-11 也没有其他的超商 可是你知道现在生活进步了吗 越开越多 越开越多 你身边都是其他超商 或是自己的7-11的时候 营业额是不是立刻下降 下降好吧 可以咬着牙撑一下 结果他们还有个规定 你店里每天的现金 你收多少 你要上缴到总公司 你店里不能留现金 那到底一个月盈余多少 我最后再发给你 那如果亏损呢 不好意思 可是就没有给你钱了 所以你没空间来回家 那你怎么办 你没现金怎么样 好 总公司让你奢账来进货嘛 因为你进货要钱 奢账进货 对不对 可是公司放高利贷 你跟总公司啊 奢账 他说我算你利率5%到7% 日本是个零利率的环境 你奢账要5%到7% 放高利贷给你 然后呢 他们有一句话叫做 四升五杀 什么意思呢 好可怕 这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欠款如果超过5000万 公司会立刻跟你解约 这是日币 台币1000多万 可是如果你欠款 在4000多万的时候 公司还会不跟你解约 你一旦欠超过5000万日币的时候 公司立刻跟你解约 解约的同时告诉你 过去你跟我收的账 请你一笔还给我 所以你几乎等于 在跟一个总公司 就是他所谓的高利贷公司 利滚利 然后你只要欠超过5000日币 对不起 我们解除关系 对 而且你要立刻还我 以前借给你的所有钱 周转不灵 你说就这样子把一个一个 一个又一个的企业主 给逼上了绝路了 对 他们说至少七起 作者还去调查 像有一个在工程县开的一个业主 他就说 你知道 他们夫妻两个 一天轮班24小时 因为工读生不好请 加上营业额已经下降了 你轮夜班 我轮早班这样轮 一整年营业额200多万日币 一整年下来 200多万日币 大概60万台币的收入而已 一个小孩念高中 一个小孩念大学 你叫他怎么活 结果呢 一直跟公司赦账 赦过了那个5000万日币的门槛 公司立刻来说 明天就跟你解约 顿时五雷轰顶 他就跟朋友说 解约就是判我死路 结果他竟然在他们的店里面 就轻生了 千万不要 怎么会加盟加到连命都没有 这样的故事一起接一起 但最可怕的是这个第四部曲 因为他们在加盟的时候 还会被强迫怎么样 去投保 投保的保险公司是谁呢 是这个7-11 母公司旗下另外一间保险公司 他强迫每个店主 都要跟这间保险公司投保 投保的时候他会干嘛 把你的身家调查得清清楚楚 你有多少存款 你有多少贷款 你现在有多少的财务状况 做好不动产 全部都调查得清清楚楚 等到这一连串到这个三 不是已经一堆店主受不了 跑去轻生了吗 那轻生之后会怎么样 店主轻生 总公司可以领保险金 这什么道理啊 你今天欠我钱 我给你放高利贷 结果把你逼上绝路 人都没命了 还吃干嘛 就连保险金都要拿 他这个保险的内容是 不管你的店是倒闭 是火灾 是被风吹 或是你店主因为 轻生想不开 所以没有办法经营 通通是赔给日本总公司 你可以看到 在日本加盟 造处是地雷 台湾也一样 处处是见景 有什么样的加盟杯歌 休息一下回来 献哥告诉你 不要走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